接下来看五党籍宜兰市长候选人赖瑞鼎 今天拿出一张87年的公务员惩戒议决书 指出民进党市长候选人江聪渊 在担任公所建设客的约顾人员时 到郊西喝花酒而且闹事 认为这不是一世之长应有的品格 也请江聪渊对外说明 当年在餐厅做过了什么事 赖瑞鼎拿出的这张公务员惩戒议决书海报 内容指出江聪渊民国87年 在公所任职时 到郊西一家餐厅喝花酒 还砸电闹事 质疑江聪渊的为人品格 难道能够担任市长吗 也要江聪渊向市民说清楚 当年是在餐厅做过什么事 虽然市长是一个行政市长 所以我们减少要检验他的人格 还有品贴草双 所以我们现在看 这是他在做公务员园 约顾的技术员 他就是属于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知道 这个有女士陪酒的 男人说喝花酒 那个地方本来就不宜 而且他本身是 建设客的 约顾的技术员 当天陪同他的 至少我们知道就有好几位呢 都是土木包工或是营造业的业者 我估计说 未来我们在 宜兰市长的人参专官 我们希望他是能够清廉支持 我们也希望说 他的品贴草双 可以允得起市民的信任 所以今天我们公布的这段过期 就是说 工务员园 是不是要针对这个部门 来向我们宜兰市民 做一个度限 贴草市 看不出什么样的改正 一世之长 那么首重品格 选前激战 赖瑞鼎今天公开质疑 江聪渊的品德操守 还说江聪渊是个有道才 杀石前科的人 要担任一世之长 品格将影响整个行政团队 也请市民用高标准来检视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怎么到